基隆成绩转运站预计7月1号启用 6月29号开始试营运 市长谢国良在交通处长王俊宏的陪同下到现场视察 期许如期启用 让通勤民众不用再忍受日晒雨淋之苦 因为我们7月1号要来正式的启用我们成绩转运站 那我们这一段期间也在做压力测试 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所有的设施跟状况 是不是可以赶让我们7月1号可以顺利的启用 让我们的通勤族可以移到这个程序转运站这边来上下车 对他们相对比较方便 第二阶段也关于商场的部分 我们也在锦炉秘鼓的推动当中 那我们目前在港西街搭乘国道客运 供车的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那在7月1号正式启用以后 就会到我们靠中山一路侧的一个基隆转运站 包括国道客运是在我们转运站内来做 后程的一个环境空间 那在靠中山一路是未来我们公车处 公车的一个停等空间 这是我们的在里面的配置路线图包含2到5月台的话 是国光客运6号和8号月台是泰勒的1550和1558 那9号月台的话就是1070和9006往40往原山 往板桥方向 那10号月台就是1573大家比较常排队的 就是这条路线是往内湖科学园区 那市区公车的后车亭的部分 包含往中正、往信义、往太白庄 还有往安乐长跟医院方向的民众 就要在市区的后车亭后车 那转运站启用的时间是7月1号 那我们在前两天会先进行试营运 试营运的部分就是包含让乘客和驾驶能够熟悉这个状况 所以大概是6月29号的时候 我们其实民众就要注意要进来 再到这个转运站来后车 民众可以从我们中一路 基隆转运站的正门 进入我们转运站里面 以及从我们现阶段是原来旧火车站 有一个大顶棚的一个下方 有一个连通道 另外在基隆南站的部分 地下的部分也有一个连通道 都可以连到我们基隆转运站 市长谢国良上任以来相当关心交通和通勤问题 推动多项的绿色斑马线等人本交通政策 汇流新闻网最新的汇流民调显示 满意度均高于6成 市长谢国良说将继续努力来推动 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把包括行人友善 然后我们现在把交通转运 要来把它做好 那我了解行人友善的 大家是有一定的满意度存在的 那不过我们交通是有很多多面向的 那我们还是要努力的 虚心的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 另外谢国良也回应媒体询问的远见民调 表示会虚心以对努力做好各项市政工作 首先对于所有的民调结果 我们都是虚心以对努力做好我们的市政工作 第二远见在报道中也有提到 在做民调的三月份的时间是东岸事件最激烈的时候 那我们最近民调专家戴利安在五月中做的民调 感觉比较回稳 就好像昨天我们办的户外音乐会 也是近年来基隆办的最多的人潮之一 那我想我们就是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就是不敢收太多 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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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